詹姆斯抱怨为什么没有圣诞球衣 ESPN说耐克毁掉了圣诞大战 10年前的圣诞大战和现在的圣诞大战差距有多大 从2012年到2016年 NBA每年都会推出特别款球衣 设计师对于圣诞球衣的设计非常大胆 比如大logo的对挥还有短袖的特殊设计 但是从2017年耐克接手阿迪成为NBA球衣赞助商后 NBA球衣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耐克在上台后他们推出了四款全新版本的球衣 分别是常规版logo版城市版和宣告版 对于耐克取消圣诞球衣的做法有几个理由 第一耐克认为圣诞大战的热度太大 如果圣诞球衣的销量太好 势必会直接冲击到他们其他常规球衣的销量 第二耐克不愿意延续阿迪的传统 作为多年的劲敌 耐克想开拓自己的市场势必要做出创新 所以他们才会推出四大版本的球衣 十年前NBA对于圣诞大战的对阵做足了功夫 他们的重头戏是忽然对阵热火 那时候的科比对阵詹姆斯 就好比冲晚的赵本山家范围 可惜的是科比因为伤病错过了比赛 只留下尼克扬和麦亚密对打 除此之外 还有安东尼对阵杜兰特的德风王对阵 库里和保罗的空位对决 马刺和火箭的德州内战 以及蓝王武巨头和公牛铁闸的东部摔跤赛 无论哪场比赛都足够自家球迷一保眼福 以前的圣诞大战 有花花绿绿的球衣 也有专属配色的球鞋 对抗 速敌 复仇 是圣诞大战更古不变的话题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些话题开始消失不见 现在的我们 不会在吃饭的时候包围食堂 更不会请假 只会看一场圣诞大战 消失的或许不是NBA的那些人和事 而是曾经 那个没有烦恼疯狂热爱篮球的我们